OK OK好 那現在的情況之下呢 呃 滑鼠不見了 好來 那這段我怎麼給 拿手機的學生 我用共用 好名稱 你今天領起來領包 OKOK 好那這邊名稱是這個 好 然後呢 我會產生 接下來取得連結對不對 我就複製連結 那複製連結 有兩個路線可以變成QR code 對我而言的話 我是用一個軟體 叫做QTQR 那這不用 你們細節我都會跟大家分享 好那這邊不是文字喔 這邊是URL 好就變成這一塊 那麻煩 劉老師掃這一塊 你掃進來你看不到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我先按完成 好那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他 可以 不同的人可以編輯 這邊的話 任何知道的人可以連結 不只我要讓他可以編輯 可以編輯 好那所以這個是我最常開給學生 目前為止沒有人來搗亂 所以這個還OK 好那現在請老師掃這一塊 那盧老師那邊 我等一下給你另外一個東西 好來麻煩老師 對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打字 請問各位同學們 你們覺得文法哪個是最難 這邊是對的 但是等一下我給你一個 還是品質太差 顯示行動 不是掃描掃描 不是不是你掃不出來嗎 好我再測試一下 還是換一個軟體 好那那個 那個盧老師 看看跟兩位老師看我這邊 接下來剛才那個 我已經弄完對不對 我接下來這個技巧 是我最喜歡的技巧 我進到我們網頁的後台 就是我們網頁 其實我一直鼓勵大家 可以用網頁來呈現我們這一塊 好那我就進去編輯 進去編輯 好到這邊呢我就寫一個 對不起打快 好那這邊的話你可以寫個 學生 好OK那這邊對不對 我就把他框起來 好然後用超連結 這些技巧都很簡單 練習三次一定會 不會你來找我 你要罵我都沒關係 所以不要有那種數位恐懼 OK這邊就進來套用 然後我從這邊更新 好那請盧老師麻煩你到我們這個網頁 就是 到這個網頁呢 然後你從這邊點進去 那個 這網頁怎麼去喔 對對對 點到這一次 然後會最上面有個學生意見回饋 你點進去以後 然後我們一起來這邊 對 還是老師我看一下是哪一個問題 還是老師我看一下是哪一個問題 我試試看 沒問題 我們來這邊就是來解決問題的 解決不了 我們還有溫先生 我掃得到 對 對對 那個還是老師你也馬上裝個QR Code 換一個到Google Play去 到Google Play去 對到Google Play 點進去 點進去就看到這個 OK 你可以寫嗎 這邊 寫QR Code 像我在這邊對不對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對 那安裝測試看看 對 那這邊呢 來麻煩 你們對這個文法有任何意見的 反思出來 來 有獎真答 那有獎真答的話 變成有兩塊 對對對 那對我我喜歡 一般 一般會這樣 就是它是real time的 那 我是寫小老鼠的時候 就是我大概是小老鼠的時候 那其實你 你往我一秒鐘 你就會看到小老鼠 那所以我會編代號 建議 對 對對對 那甚至說這邊你 對 這邊 這邊都錄進去了 而且我講話 但是你們講的話 錄不進去 就是這一次的話 變成同時間 它的好處是同時間呈現 那壞處就是說 老師我想有獎真答 但是我不想讓別人看到答案 它就會一連串 而且它可以往下滑 我呈現出去是這一塊 其他人可能是在下面 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 假設放後面一點 假設一個999好了 它可能在這邊寫字 但是畫面只能呈現一個 就在這邊 這樣OK嗎 所以變成我剛才用兩個方式 第一個用QR code掃可以進來 第二個 現場有筆電的 就透過我們的網頁 所以如果老師們自己 有自己的網頁的話 這是我最主張的 透過網頁我馬上修編 你練習一下 大概一分鐘就做完 丟出去 所以這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數位化教學 老師工具 然後把學生 對 也可以 你可以變換它的那個 排列等等的 對 它的好處是 它的好處是 它留著之後 它個檔案就存在老師的 Google Office裡面 老師 那個安裝好了嗎 好了 來再掃一次 我用相機好了 我還是相機好了 這個我用的是別的 沒關係 它只有一個框 因為剛好今天 有手機有筆電 其實這個是最理想的 OKOK喔 所以其實換一個軟體就好了 對那老師要填第三個 那我目前測試 因為這是用我的那個 對然後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發現你們進來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就是看它的設定 那對我 我是開啟檔案的老師 所以看得到我在這邊 好來請問這個單字怎麼拚 那單字怎麼拚 其實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時候的建議可能是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用Slider的 或者像我另外一次就是 這個化學是怎麼寫 寫完寫在你的那個紙上 找給我 我之前有做過這個測試 所以然後有寫了有加分 我一聽到加分大家就 又來了 說等一下先不要寫姓名學號 你再傳回房間來給我就好 因為那時候我在錄影 丟出去 所以其實 OK好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像我再給老師測試就是 有兩個 好 再次再次再次 從那邊 從那邊開始 請收請收 OK OKOK 來那個 Google Offic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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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老師這邊到雲端 雲端有兩個 第一個你到Google去 手機跟那個一樣 對對對 看到這邊有九宮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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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用那個英文介面就用那個新增 對 對 那像溫先生就說他建議其實如果有更多量的時候 用那個Google的試算表會比較方便 那進階的找他來講就好了 好那在這邊Google文件 那就會出現這邊 好這時候可以先改名字 改成你要的名字 哪邊改名字 這邊 可以命名 可以命名 對 表格說一次馬上畫的 對 好 那個我很講沒有英文介面 找一下 對 好到 表格 然後他會有一個 可能是那個 多少成多少的 好那畫了 對 就 好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表格傳給大家做即時的回饋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一定要先共用 共用 OK 這裡有一個 取得連結 好 那取得連結的話 除了複製之外 你最重要的是要別人可以寫 對不對 你現在的這個出去他只能看 我給兩位老師看 你只能看你不能編 那現在我把它改成 從 看到 加注就是 我不會動到你語文旁邊 我可以寫注解 好然後呢 編輯的話就是我可以參與編輯 所以是我最喜歡開給學生 但是他可能會被搗亂 就是說機率不大 但是會被搗亂 編輯 好按OK 然後就複製 複製 OK 好那這時候複製的連結有兩個做法 我的做法是把它轉成 QR Code QR Code可以用軟體轉 也可以用網頁轉 好那我現在來示範網頁轉 網頁轉 網頁轉是這樣子 他就會幫你找到網頁 好那剛才那一串複製對不對 就到這邊來 這是我最常用的網路版本的 好到這裡來 老師要不要 你就先做到這一步 好產生 這就是了 那來各位同學麻煩拿出你的手機 開始這邊 但是這邊放慢 讓同學們去互動這一塊 變更 它可以變成Editor OK Down 開Copy Link 然後到這邊 QR Code產生器 我看一下 我不太確定 OK 它變過了 應該是這一個 然後 為什麼這個 那這怎麼辦 對不起 我換一個好了 這個我比較 我比較常用 我看這個是Quick Mark OK 其實大同小異 只是說我不熟悉 那個東西 可以 OK 劉老師要掃一下 還是掃 那就過去了 對 那有兩個 那現在這個網頁怎麼傳給學生 全部都手機就用手機 第二個 那如果是像我剛才一樣 先準備好的話 也可以用超連結 所以你們發現老師第一個 要產生超連結 第二個 要手寫 那我曾經最多一次讓20個上去寫 也不會當機 那代表Google太強了 對 那它的好處就是同時邊 它本來就是 共邊就是大家在不同時間 不同地點 可以先後參與這個任務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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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忘記把我小時鐘加上去了 我馬上加 你們看一下 我給各位看 我應該 時鐘在這裡 對 不過他很討厭他沒有那個 我就 他是一個軟體 對 那Windows的軟體 我再找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關鍵點 你看我點畫面的背景 對不對 始終就會不見 因為他被蓋掉了 那怎麼辦 蓋 弄到那個就會 這邊會有一個 總是在最上層 他就是你怎麼動下面的視窗 他就是在最上層 那所以錄影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 現在寫0410pm 剛好那個老師講到哪個段落的 怎麼做怎麼做 這是我個人習慣 那我就把我大頭像小小的放在這邊 然後時間放在那邊 對對對 好 還有問題嗎 幫我們就停止錄影 然後我來看一下今天的影片 OK 好老師 那我就停止錄影 我們慢慢來 我們一步一步做 好